师傅好 你好 我想问问我老公他长期睡不着 晚上好像白天一样 他几几年数什么的 六零年数数 六零年数老鼠啊 你老公经常突然之间发无名火 无缘无故的 突然之间会爬一下子很不开心 另外 我看到他 主要问题 他这只老鼠啊 一辈子就是说有一点像 东撞撞西撞撞 实际他的一生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都不是做得太好 听得懂吗 是 他想很多好像 这个也想做 那个也想做 但是做最后做的不是太好 明白吧 明白明白 是这样 你的先生呢身上有一个灵性 有一个灵性 是一个中年男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兄弟 他有没有兄弟过世的 应该有 一个 我讲一下你老公的样子 就讲这个人的样子 如果很像你老公 说明你是你老公的兄弟 那 这个人的脸呢是长的 长脸 鼻子蛮大 这里蛮长 眼睛呢不是太大 啊 不过好像不是啊 瘦瘦的 瘦是瘦 瘦瘦的 不过我老公的眼睛比较大的 鼻子很大 是这样 鼻子大的对不对 眼睛就是说 眼睛就是 你嘴巴比较距离长 这个人 也不感觉 应该 应该是 应该是你们家里的 哪一个过世的亡人 在他身上 所以他经常晚上 就精神十足 因为这个灵性 晚上就到他身上 白天不在 所以你现在要给那个 你老公身上那个灵性要念经 不念经不行 他还要去哪个 主博呢 我很不喜欢他去 哎呀 我就跟你讲了 他科勒 科勒 主博的话 他又不是第一次了 一直这样的他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他呢 这个人呢 我跟你讲 这个灵性在他身上 他不会老实的 他现在在不在这里啊 没有 没有 我讲给你听好吧 嗯 他不单单赌博了 他还滑滑的 看看这个女人啊 看看那个女人啊 看看那个女人 对不对了 老实一点了 你已经够厉害了 管住他 他不卖账了 管不了 所以你只有给他念心经 让他开智慧 明白了吗 嗯 你这个人呢 他只要一问你要钱 你就会给他 你这个人守不住钱呢 是啊 是不是啊 谢谢 谢谢 我很想问一下 我姐姐的儿子呢 他 一零年结婚了 到现在他很想抱宣姐 结果都还没有 这要看两个人的 看两个的 夫妻两个人 她 她 儿子是 八二年 八二年属什么 八二年属狗 属狗 一个 一个属 属马 属马 七八年 七八年属马 嗯 一个是几几年属狗的 八二 属狗的有 身体上有问题 女的 属狗是男人呢 那就是个男的有问题 哦 有什么问题呢 像那个 书精管有问题 哦 她 好像年轻的时候曾经 肾脏受过损伤 哦 我看她的 身体不是太好 但是呢 她们两个呢 有过流产 几次啊 有没有 你知道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姐姐都不知道 她每一天她说 你自己去问她 叫她把 过去流产的孩子念掉 她有可能还会再生 我觉得她生不出来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听我话 你脾气好好改一改 好吗 嗯 你脾气改一改 你脾气太急 你这个人跟男人一样的 你老公整天跟你吵架 听得懂吗 谢谢 哎 你要多念经 把她经念好了 把她新经念的她 变得越来越老实了 那就好了 明白吗 嗯 好 好 谢谢 师傅好 感恩师傅 我想 请问 一个五四年的马 身体怎么样 男的女的 女的 是我 五四年的马是吧 对 腰不好 腿不好 肠胃不好 肠胃不好 嗯 对 我告诉你 她免疫系统非常糟糕 睡眠不好 激性一塌糊涂 是的 她还有留过孩子 还钓过孩子 是吗 有几个 请问 现在还剩一个 她一共 应该钓过两个 嗯 现在还有一个 我知道 那好 你赶快给她 叫她念经 要五十四张小房子 嗯 好的 好吗 好的 还有她家里 风水很不好 是中国的家还是 对 中国的家 一进门很黑 对 对 鼓掌 你们怎么都不鼓掌呢 哈哈哈 师傅啊 我想请问一下 其实就是我 就是我想问 其实就是我 哈哈哈 就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那么长期的 严重的 中气不足 我看看啊 我看看啊 你的话 我就帮你多看两眼啊 五十年的马是吧 对 啊 你吸过二手烟 人家抽烟 你在边上老吸的 你的肺不是太好啊 肺啊 嗯 不是太好啊 啊 你年轻的时候妇科也不好 对对 嗯 你现在这匹马要注意两个问题 你的左面血液循环非常不好 手会早上起来发麻 对对是的 啊 看见吗 嗯 而且我还看到 你的脚很冷 对 啊 看见吗 还有请师傅帮我看 为什么 我那么长期的 中气都不足 讲话都没有 肺 你是肺气不足 我教你一个方法好吧 好 你呢 吸的时候 嘴巴病起来 不要张开 用鼻子吸气 吸的深一点 然后呢 吐出来的时候呢 慢慢的吐 用嘴巴张开 就这么吐 嗯 你把自己的肺活量拉大 好 明白吗 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像男孩子一样 是 你搞过运动的 你体育有一段时间非常好的 明白吗 好 我想请师傅帮我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个左腹部 那地方有点痛 左腹部是吧 对 五四年的马是吧 对 皮 皮脏不好 是 你 皮脏不好 是 我跟你说 你只要吃的太多了 太饱了 太油了 这里就开始不舒服了 对对对 我呢 你这个人胆子大不大 不算大 不算大就算了 不告诉你 告诉你晚上回家睡不着觉了麻烦 还是想给我 因为我看看 看到你这个在一线 一线和皮脏这个部位边上啊 有个很小的小水泡 这个小水泡呢 问题不大 我看不是恶性的 但是你要是再吃荤的话 你现在吃全素了吗 吃全素一年 将近两年了 将近两年是吧 对 你还好 因为如果你吃荤的话 它会长大的 不会 我不吃了 我告诉你 你这个小小小泡 就这个一个手指的半个这么大 大概四到五公分吧 你要是现在查是查得出来的 但是查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坐立不安 寝食不安 就天天发呆 吓死你了 不会 不会 因为我有关系 菩萨保佑 那你查得出来的 我就怕他们那个 做那个CT什么的 它完全有放射性的 很厉害 刺激它的话 这里会痛的 你可以去查的 没问题的 还有请师傅 帮我看看我的肝脏 脂肪肝开始的时候 现在有点硬化 问题大不大 你的肝在这个部位 前面 这是后面嘛 这个前面这个部位 不是太好 靠近胆的地方 所以你的胆也不好 听得懂吗 是肉体病还是 虐脏病 你这个 你的肝呢 哦 等啊 哦 看到了 你妈妈是不是过世了 没有还在 还在啊 有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 会不会你婆婆啊 婆婆还在吗 可能是我外婆 外婆是吧 我讲给你听什么样子好吗 好 头发往后梳的 嗯 前额这里蛮大的 嗯 脸下面很小 但是这额头还是蛮高的 耳朵也蛮大 哇 这里有两个小颧骨 出来一点点 是高还是矮的 不是太高 那可能是我外婆 啊 一米五十六左右 啊 对 对 她在 她在我身上吗 啊 是她在我身上吗 经常在你身上 哇 哇 我给她超度过了 你给她超度过 嗯 她说你小方子念的质量不好 哈哈 听得懂吗 嗯 你帮她念就不好好念 帮你自己念就很好念 啊 我告诉你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你自己一定要明白 就是你帮她念的时候 好像不是太情愿 这个心情特别重要 明白吗 啊 啊 请师傅帮我看看我 嗯 涟障多少 还有那个图腾颜色 涟障是吧 嗯 涟障五十年的麻 对 你看我我从来记不清 人家讲一遍我都要问的 哎 她的很怪啊 她的五十年的麻 我记到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这批可能是 跟师傅有缘分啊 啊 跟师傅您有缘分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補四年的麻 嗯 看看液障是吧 对 还有图腾颜色 嗯 液障还是蛮多的 二十八 啊 这么多 还有呢 还有图腾颜色 这批马呢 这批马呢 基本上属于白的 偏白的 但是颜色有点棕色的 尤其是 后半部分 腰以下 是偏棕色 前面是偏白的 啊 那我该穿什么颜色衣服 嗯 随便怎么穿 哈哈哈 你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你现在要记住了 你现在 表面上看你很瘦 但是我看这个马 这个臀部特别大 所以你要特别当心 臀部以后越来越大 明白吗 啊明白 啊 师傅啊 请帮我看看我家的佛台 刚才你为什么 你说我家里面 那不太好 嗯 是哪个地方不太好 我看一下啊 嗯 啊 你佛台 嗯 你佛台是进门 到底偏左 靠窗户边上 啊 对 对 你这个人很爱干净 家里都弄得蛮干净的 啊 听得懂吧 啊 不是太大 但是呢弄得很干净 嗯 你这个佛台呢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好像 这个佛台的这个上面啊 上面啊 嗯 好像是有空调也不叫什么东西 没有 边上有什么 画或者是什么 文啊 什么东西啊 没有我都拆干净了 就就就就有一幅画 就是三水画 请回来的 拆干净啊 哦我都是啊 图 原来上面是什么 原来嘛 以前那地方是放一个衣柜 然后搬走了 现在没东西 没东西是吧 嗯 嗯 你还要贴张三水画 贴了 贴了 一张不够 是蛮大的 大的之后在他的背后 贴张小的 冲着外面外墙 你家里这个外墙外面不干净 啊 那是隔壁 隔壁啊 他家里不知道是放什么东西的 啊明白了 有菩萨来过吗 菩萨来过没有 菩萨来过两次 互法生来过好几次 菩萨来过来 那是他 你家庭大不大 但是被你弄得很干净 好吧 开门的地方不要太节约 装一个灯啊 现在节能灯很便宜的 师傅能不能给我问个亡人 看他满头白发我就给他问了 亡人的名字叫蓝宗明 就是蓝花的蓝 祖宗的宗光明的明 蓝宗明 光明的明 几几年过世的 大概是2011年 男的女的 蓝宗明 我找找看 蓝宗明 男的是吧 眼睛还蛮大的 脸不是很大 瓜子脸长得蛮秀气的 对 他在哪 他上天了 他在欲界天 感恩 感恩 幸福 他好像告诉我是你爸是吧 没 不是啊 他是我前夫 前夫是吧 过世的丈夫 你前夫都叫爸爸呢 没有 师傅啊 再给我看一个玩人吧 好了好了 只能看一个了 那我念经怎么样 念经还可以 你 你这前夫就是被你念上去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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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一句话好吧 你前夫说什么你知道吧 说你太强悍了 太有 太能干了 他在家里整天什么都做 他还会做饭 还会家里什么东西修啊弄啊补啊 哦呦 手巧得不得了 那以后我不想看了 我更关心 好了 感恩师傅 感恩 关心福山 感恩 大师好 我的孩子79年属羊 他现在还没成家 还没有什么 还没成家 79年属羊的 对 79年属什么 羊 男的女的啊 女孩 他谈过一个了 吹了 你去问他呀 谈了很长时间了 很伤心 你这个女儿 我告诉你们 你这女儿身上有个小灵性 明白吗 这个灵性 让你女儿经常不要一见人 把房门一关 跟爸妈妈都不要讲话 对不对啊 对 你知道这是什么灵性啊 你太太 调过的孩子在她身上 听得懂吗 我什么都看得见的 你用不着跟我说yes no的 听得懂吗 你老实点就好了 你这个人 我告诉你 能干很能干 聪明很能聪明 但是 记住台长一句话 聪明反背 聪明物 谢谢 你听话了 你逃不过你太太的手掌心的 明白吗 你别看你这个样 你桃花运还很高的呢 好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老伴 五十年输马的 你看看他的身体 五十年输马的 又是个五十年输马的吗 他身体很不好 他的血液里边啊 血液循环系统非常不好 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 而且他心脏也不是太好 心脏啊 颈椎 这里不好 这一段 黑气特别重 他特别当心 我怕他会长东西 鼓掌啊 非常对 台长很厉害的 否则我会有一千万幸中的 你记住了 像你太太这个病 如果他改改毛病 改改脾气 你帮他全家念念经 不会出大事情的 但是现在非常不好 他自己的情绪很难控制 他整天讲你 其实我觉得你已经 刚刚我仔细看了一看 我觉得你已经对他很好 虽然你偶然的做点坏事 听得懂吗 那他的事情还有别的问题吗 复科呀 复科不好 看看他以后最大的问题 肝脏也要当心 他两个地方 肝和心脏 他以后死的时候 是这两个地方 你要当心 第一不要再惹他生气 你就让让他 你听得懂吗 他这个人脾气很不好 急得不得了 如果你要是老跟他生气的话 他会以为气得疯掉一样 真的 你要特别当心 他的心脏很不好 因为他家族性 有人心脏病 谢谢 从那里叫 他们会给你一张纸 大家要念经啊 明白吗 问了半天 你不念经有什么用啊 你讲吧 你好 你好师父 我是2007年属猪 属猪是吧 2007年属猪 小弟弟你想问什么 问读书啊 对 不用功啊 这个猪整天在睡觉 还玩游戏机 我看这个猪趴在一块玻璃前面 有点像这个电脑一样 是不是啦 是 而且 不大愿意跟爸爸妈妈多讲话 就喜欢自己玩 对 你这个孩子叫妈妈不要担心 你会好的 因为你很聪明 但是你这孩子呢 会有两极分化 两极发展 要么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孩子 要么就变成一个很坏的孩子 你想做好孩子 坏孩子啊 好孩子 好孩子要不要听话 你要不要考试的时候 突然之间 哎呦我什么都考得出来 哎呦 为什么我都考得出来 因为你有菩萨保佑 你想不想叫菩萨保佑你啊 想 好 愿意不愿意念心经啊 愿意 啊 就这么救人了 不是 从小就学佛了吗 对不对啊 我有理 金 念 念经 你有念经 小弟我告诉你 小弟弟我告诉你 你的文科不是太好 就是数学不错 你以后从数学 数理化 你很喜欢数学算 对不对啊 对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明明是数学的脑子 数理化好 非要让他学文科 学不出来的 哎 很多人明明文科很好 非要让他学数理化 碰到数字头就痛 那就这种人都有 所以你这个孩子 他是学数理的 所以你以后 培养他在数学方面 很聪明的 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很孝顺 对对雷啊 very very good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发脾气啊 好厉害啊 哎呀 他发脾气好厉害啊 看看他的妈妈 脾气更厉害啊 哈哈哈哈 现在知道了吧 我跟你说的 孩子的脾气 都是跟爸爸妈妈来的 不要去怪别人啊 就像 爸爸妈妈就像镜子 照出来的就是你自己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的扁头线很大 你的什么 我的扁头线很大 扁头线是吧 几几年的猪啊 2007年 那 卢爷爷 现在马上帮你治一治 好不好啊 让你马上这里发热 好吧 你把眼睛闭起来啊 爷爷马上叫你脖子发热啊 这儿了吗 有 好 谢谢 头动动看 嗯 好 好 你听爷爷的话 第一 不要吃太辣的东西 第二 每天要吃点海带 好吗 第三 不要吃活的东西了 好 不要吃什么生萌海鲜呢 听不听得懂啊 以后要跟爷爷一样吃全素 好吗 你这孩子以后会很好的 好 他这个毛病 他这个毛病是 他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啊 你每天吃条鱼也比较吃个什么海带活的东西 补身体 吃不吃啊 现在全到他身上 在他这里啊 我看很多鱼 还有虾 他有皮肤病啊 皮肤病就是你的呀 又是我啊 对不起对不起 现在知道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 他的脾气就是跟你一样倔 明白了吗 你说你倔不了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他身上啊 还有一张多少啊 小的 小的灵性 哦 小方只要给他念一点的 要命 四十九章 哦 好吧 四十九章 小弟 你自己念 妈妈也念 台长爷爷保你以后 又聪明又可爱 前途很好 好不好啊 谢谢谢谢 哦 师傅我不可以看看我这边的空啊 你呀 对 你几几年呐 六六年 妈 六六年 马 对 马 数 数 马 他说 六六年 他说 六六年 妈 哈哈 六六年 马 六六年 马 我看一下哦 哦 你妇科很不好哎 我左边很痛 嗯 我说 你的妇科 女人病也很多啊 哦 听不懂啊 你的腰很不好 腰痛 腰酸背痛啊 对 怎么办啊 怎么办 还没看完呢 毛病很多呢 你就生了他一个啊 对 在他之前有没有流产过啊 有 哎呦 要念吊的 他现在趴在你腰上 你知道吗 这个小鬼啊 嗯 这个小鬼是个女的 在他之前 是一个女儿啊 哦 听得懂吗 吊的是一个女儿 哦 现在经常回来找你啊 所以你经常会 突然之间很不开心 尤其有时候看到他 你就会火大得不得了 很想揍他 你知道为什么揍他吗 就是这个小鬼让你揍他的 对对对 现在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人 血上不来 明白吗 别看你这么胖 但是你的腿啊 有点肿啊 哦 哦 你的脚平时坐在家里 两个脚要翘起来 明白吗 明白 啊 还有脾气不能太大 要每天念心经 念心经的人脾气会好 明白吗 明白 孩子如果想揍他的话 就清理念心经 很快的就不想打他了 这个孩子其实蛮孝顺的 他以后会帮你很多忙 你以后晚年 还靠得到他 到他很多 明白了吗 明白 怎么我小头很痛怎么办 你干嘛 这个小腹 小腹很痛 小腹是吧 对 还没讲到小腹 哦 你要当心 哎呦 是不是墙 这个大墙 对了 我告诉你 你从今天开始 你可能要许愿 你要到观音堂去许愿 你要吃全素了 我吃了差不多两年半 全素啊 念经念了没有啊 差不多两年了 两年啊 两年啊 那我告诉你 肠子出毛病了 长了一个小东西 对啊 很痛 对 因为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你睡觉的时候 它不是很痛 你一运动 站起来 一吃东西 或者只要 腹部这个地方一动啊 它这个地方就会痛 对 尤其是走路 走得很多的时候 对 他现在长在这个部位 非常的活药 是不是牙呀 cancer 你怕不怕啦 怕 怕我要是看到真的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可以嘛 你几几年数什么呢 六六年 六六六年 给你一个时间好吧 给你一个时间 三个月当中要拼命的 不许做坏事 拼命做好事 好吧 我刚刚跟菩萨讲了 给你三个月 如果你好了 你再去查 你今天大家都听见的 如果你明天去查 查出来的结果 你自己心里有数 如果你三个月当中 拼命去劝人家念经学佛 你好好做人 嘴巴不要乱讲话 不要杀生 听得懂吗 三个月之后 你再去查 你看看 OK了 良性的 你这个三个月当中 不要去查 查的话 你回到家就 怕不起来了 吓得怕不起来 毛病还没那么严重 前期的 就是说前期的 不是很厉害的 明白吗 完全有会好的可能性 它是肠子跟肠子当中的 当中啊 长了这个东西 小的 肠中 对 你怎么知道啊 感觉 好痛 它是 一动 一压迫 它就痛 不压迫 它就不痛 长在这个肠子的当中 我告诉你 你们排队 等着检查 要几个月呢 台长几秒钟 就把你们看出来 他小房子到时候这样 小房子 现在是讲到正规了 小房子第一波 先念四百张 是 你要命还是要小房子啦 小 还有 要念往生咒 每天念四十九遍 还有放生放多少 放生是吧 放生放两千四百条鱼 两千四百条 两千四百条 好吧 这个四百条 四千 四千 how many how long 多长时间 好长啊 对 四八 好长 你现在 从现在开始 每个星期去放 好吧 坚持 我刚刚跟你说三个月 你三个月里面放掉 好吧 这个小房子多长时间 小房子嘛 四百张嘛 先念掉两百多张 你已经会不痛了 你现在 马上吃一个中药 好不好 听我的话 健脾丸 中药 健脾丸 还要吃一个 牛黄解毒丸 这两个药 我告诉你 你吃了之后 你自己会明显的感觉 这里就不痛了 然后把自己的业障念掉 我身上业障有多少 业障很多 你上辈子在这个时段里面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这辈子就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这个事情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明白 我就讲给你听就知道了 你们家族里面有杀业 对 鼓掌 明白了吗 吓死人呐 我告诉你 你们还不知道台长 告诉你我救了多少人 就是先告诉他们有癌症 其实我一告诉他 很多人一查 查出来了 查出来早期 医生就把它弄好了 有的是这样弄好了 有的人害怕开刀 不化疗放疗 陆台长我不开刀可以吗 那我说要看你自己了 放声许愿念经 三大法宝 拼命地做 他不开刀 诶 指标下来了 好了 也有 那你到底想化疗还是放疗 什么都不想做 那等死了 连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时间多长啊 四八十 小房子两百张 在三个月当中念的 好吗 好 台长可以 我告诉你 你多求求儿子 你的儿子过去 你别看他那个样 你的儿子 我告诉你 是个仙童 求求你帮我连小房子 哎呦 哦 这种妈妈也有的 雷帮我点呐 雷帮我碾呐 哈哈哈哈 听得懂了吗 谢谢连师傅 你叫他求菩萨 比你自己求还零 你帮妈妈求 妈妈身体好 不要长东西 观世音菩萨 奶奶 你帮帮我妈妈 我一定以后大起来 就 就更多的人 帮助妈妈 好吗 啊 谢谢西夫 好了好了 谢谢西 谢谢谢谢 啊 所以你们看 有时候缘分跟缘分都是这样的 跟孩子也是一个缘分 啊 大师大师好 这是缘分 我第一次接到这个 是吧 第一次接触 啊 就抽到了 啊 很幸运 谢谢你 我现在想问一下 我儿媳妇怀孕的事情 几几年 属什么的 79年属马的 今天全是马 啊 怎么今天都是马 我儿子是输马的 我儿子是七八年 七月 输马 他们两个都输马 一个是七月 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 两年了 钓过一个孩子啊 过去不是生不出来的 有过 对 想想一点呀 对 都看得见呢 我告诉你呀 明白了吗 那个人特别激动 很激动 其实很激动 很有缘分 你能不能叫你媳妇 以后吃全素 吃全素啊 嗯 那我回去试试看 我也不知道 你说你要生孩子们 卢台长帮你治病啊 你想生孩子出来吗 叫他吃全素 他现在生上 业障重的不得了 根本生不出来 而且我看他两根输卵管 一根堵塞了 还有一根 也差不多要走塞了 哦 你去问问他看 医生查出来 跟卢台长讲的一模一样 嗯 他是这样子 他是从法国过来 跟我儿子一起 拍公司 嗯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嗯 叫他念 小房子要念69章 好吧 好 然后呢 叫他放生 要放得多 八千条 八千条 好吧 嗯 问题最大的问题 他信不信 对 我也是这么说 如果他不信的话 你今天帮他问了 你就麻烦了 接下来你就倒霉了 所以帮人家问 一定要对方信 对方不信的话 你帮他问了 好 他身上的鬼 就说 我找你 就这样 所以不要随便帮人家问 你今天说 你帮自己的儿媳妇问 儿媳妇不相信 那么我讲的小房子 谁念啊 那么你念 我念 好了 那我只能这样念 你这个一句话 我就 哎 因为他 因为我经常发现背啊 很多人叫我看 人家一不相信 接下来鬼找我啊 我常跑过来说 你帮他看的 卢台长 那你 你帮 帮我来解脱呀 帮我来救我呀 那我怎么办 不用大师背 那肯定是我背 因为他是我的儿媳妇 你别讲得这么清楚 你以为就背个包啊 我告诉你 让你身上浑身发痛 到时候呢 头痛 眼花 开始不讲话了 我现在自己本身都是头疼 背疼 已经背了 是 我已经 你就说 已经头昏眼花了 再来点也不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反正已经要死了 为了子孙后代 我觉得是值得的 什么 为了子孙后代 我觉得是背也值得的 哎呦呦呦呦 碰到那个伟大的主意了 嗯 他们 我跟你讲 你叫你儿子也要念经 儿子不念经也不行 嗯 明白了吗 嗯 你叫儿子还是很听你的话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儿子欠你很多 所以你叫你儿子干嘛 你儿子就干嘛 听得懂吗 是吗 哎呀是吗 还要假装客气呢 那我 那我太心 我告诉你 你把你儿子当老公一样 还要我讲啊 我都看得出来的 是吗 哟 可是是吗呢 哎呀 谢谢 谢谢大师 自己肚子里最清楚 因为他的儿子啊 跟他上辈子啊 我刚看的 夫妻啊 所以他的媳妇进来之后 他真的百般刁难 他不让他儿子谈 过去儿子谈了好几个 我刚刚看 全都被他绞掉的 哎呀 大师 你说的很对 他们 不是 他们是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呢 因为我觉得你们上大学 还年轻 不要那么早谈 不许谈 跟妈妈谈 结果一个去 结果一个去了法国 一个来了澳洲 嗯 这五年以后 人家又搞到一起去 有缘分 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说 我阻挡儿子 不要儿子结婚 我就不让他结婚 他们那时候太小了 我告诉你 有雀桥相会 他们现在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以后 你以后还要让孩子 跟他们 跟你分开住 因为 我们已经分开了 哎 如果你不跟范住的话 你嗑孩子嗑得这么厉害 我 啊 你的命很硬哦 男人命哦 我 嗯 儿子在是吧 儿子在上班 上班没关系 那么 那么 老公在不在啊 在 在是吧 在 那我就不讲了 你讲没关系 你讲你谢谢 没关系 我讲 你就说 你连老公都嗑 但是呢 你要记住 你老公不大理你就没关系 嗑 你们记住了啊 嗑人的命并不是说 我跟你 啊 非要打架叫嗑 不是这个 嗑是什么呢 只要讲话 讲话就是嗑你的 为什么 不通过语言交流 他不存在嗑的问题 这个语言交流是 是一个电波 你们想想看 有时候被吵架的时候 被老公骂了一句 突然就闷住了 讲话都讲不出来 嗑住了 后来有时候突然之间 被老婆一骂 妻子来也讲不出话来了 就嗑嗑你了 听得懂吗 所以叫你老公不要多理你 我们不理睬他 就不嗑嗑了 我老公在 我是四六年的 我是四六年 是狗的 我想你给我看 我现在头疼 背疼 头疼啊 背疼 你也钓过孩子 是 赶快念掉 你不念掉你怎么办 不念掉你头一直痛啊 这个小鬼现在两个手抓你的头发 听得懂吗 你是后脑勺痛 不是前脑 是后脑 是 好了 我告诉你 他抓到你一定的时候 他就把你带走了 所以 你还有十几年 他可以捉弄你 一直让你很难过 听得懂吗 我已经七十了 七十了 那你的命根 应该阳寿 应该活到八十 我四六年的 你还 你还想活不呢 想哦 想嘛就好好念经念掉呀 你就是死了之后 他这个鬼也会跟着你跑的呀 那么可怕 我讲给你听好了 我告诉你 他经常在你家里 你们家里晚上经常有声音的 楼就在房顶上 听到声音吗 我们住的是unit 我还以为是楼上的人的动静 楼上了 楼上晚上人家睡觉了 听不懂啊 楼上了 你试试看 那么我问你啊 冰箱响 是不是楼上啊 那冰箱响 我能听出来 你能听出来 你没听出来 他说 我告诉你 你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叫他拼命的把你冰箱弄坏 你试试看好不好 不要呀 不要呀 不要了 你相信不相信 我告诉你 很多人不相信的 有一个老伯伯山东人 不相信啊 我说我明天早上让你看看 啊 你叫他来找我 第二天一早 六点钟钟 我还没上班呢 就打到电台里来了 哎呀 陆台长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掐我脖子 听得懂吗 这叫什么 叫压身 鬼压身 大师不要这样 没有 我才不会呢 你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才不管你这种事情呢 你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 失眠 第二 掉头发 对 第三 记性越来越差 是 对不对呀 都是很对 还有 颈椎也不好 是 腰也不舒服 是 明白吗 再往下看 关节也不好 是 几乎没什么地方好的了 我老了 老了 你是七八年的汽车 既然还给你在马路上开 很不容易 还有就是要记住 我觉得你年纪这么大了 应该 应该好好的 就是说 自己清心寡欲 欲望少一点 不要说 哎呀 这家长 里家短的 哎呀 这个人家买什么东西 不要了 好好保保命吧 好好念念经吧 好吗 每天念心经 二十一遍 大悲咒 十七遍 再要念三遍 礼佛 慢慢就会好起来了 好吧 谢谢 他很有才华的 人很有能力 嘴巴特别会讲 像他这种人 要度人就好了 感恩台长 我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这是我的女儿 八九年的蛇 你不要讲 我看一下啊 八九年的蛇 哎 脑子出问题了 对 整天 一想 觉得自己是谁 是谁 有时候一想 觉得有人在他身上 有时候一想 害怕 躲在房间里 不愿意见人 对 胃口也不好 整天害怕别人要弄他 嗯 听得懂吗 他是初期的 这个 我们说是这个叫 这个叫 呃 叫什么 呦 呦 自闭症 自闭症 嗯 初期的 他还有救 就他这种孩子 对台长来讲 医院里你是没办法的 打一针吃点药 真的这样 嗯 台长救救他 小菜一碟 嗯 就他 我像 我救这种忧郁症的病人 就这种 要死他癌症病人 上次人家说真的 可以开个法会呢 这么多人 对 太少了 已经救了我们一家 我告诉你 第一 少给他吃东西 晚上睡觉之前 嗯 他嘴很馋 对 晚上吃很多东西呢 他老吃糖 嗯 吃糖 还喜欢吃那种 高高点点的东西 对对 煞其马 嗯 他喜欢吃煞其马 嗯 听得懂吗 嗯 台长我们念了一千张小房子 放了两万条鱼 好很多了 嗯 对 非常好 现在好很多了 过去有点神经兮兮的 对对 是 嗯 现在不神经了 现在他可以上学了 看见了吗 对 看见吗 非常感恩 上学了 要有信心 对不对啊 嗯 你认识个卢台长 人家又不认识 对 你说我卢台长很厉害的 对不对啊 啊 所有卢台长帮助我呢 你们有了 嗯 您看看 您看看我们还需要多少张 小房子 几几年属什么的 嗯 八九年的蛇 你要当心啊 嗯 其他没什么 嗯 小鸭都妇科不好啊 哦 嗯 越是不正常 对 嗯 腰酸 对 他老说乙波骨疼 嗯 学长道没什么 现在 这条蛇还蛮好的 嗯 油的还蛮好的 是吗 您看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是吧 嗯 你先给他 一共再念 嗯 呃 一百七十张 好 然后 再二十一张一波 一不停地念 好 因为我看 他也会念小房子 对 他就是有点不精进 您得说说他 嗯 看着 嗯 我说说他 对 台长说你 你听不听啊 你想不想大家 在学校里对你好啊 你听台长的话 你念经的话 以后还能做班级里的小领导呢 嗯 听得懂吗 嗯 你别傻傻的了 明白吗 嗯 等到一定的时候 叫你妈给你换副眼镜 嗯 好 这种眼镜 很傻的 把人框住的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 要戴眼镜 要戴那种 金的 因为他可以给人带来幸运的 亮的 你看很多人啊 过去眼镜啊 一戴那种框的 就把你眼镜框起来了 啊 你看边上眼镜 都看不 看不距离 180度 啊 180度你都看不到 所以你去看 眼镜要金光闪闪的 你像你这种眼镜一戴就发呆 嗯 听得懂了吗 是 他很聪明的 嗯 他以后还想结婚 对 你累了 他还想找男朋友 是 你给我老实点 嗯 以后看看 好好做义工 义工里边看看 哪个人慈悲慈悲要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台长还有一个事儿 就是他的那个澳洲那个学习那签证到期了 从去年开始就没有批下来 您看看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我们做点什么 叫他许个愿 嗯 好吗 好 叫他许个愿 嗯 好好念经 嗯 放声 嗯 然后呢 自己许个愿 我要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在网上度人 嗯 或者要怎么样 好吧 许个大愿吧 好 许个大愿 好吧 嗯 他吃全素了吗 已经吃了一年了 啊 送上去时间也不算太长 嗯 嗯 嗯 有几个月了 好好念经吧 好吧 嗯 台长爷爷已经帮过你了 很快了 谢谢您 谢谢 很快下来了 谢谢谢谢 那您看他能在那个澳洲生活吗 他 能不能生活啊 能在这儿 留在这儿 要看他什么蛇了 嗯 青蛇 水蛇 他是青 您看过他是青蛇 是什么 您看看 几几年的蛇啊 嗯 八九年的蛇 行了 他可以在澳洲的 太好 太感恩了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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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听话啊 英文学的不好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多讲啊 什么地方啊 北京啊 好好念经啊 英文好好练啊 晚上不许吃东西 记住了 吃完晚饭之后 不能吃零食 喝点水 白天可以多吃一点 嗯 好吧 人胖一般都是晚上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灵性不来就好多了 嗯 他已经他已经好了 已经完全念经好了 结束了 哎呀 非常的好 真的救了我们一家 救了一家 观世音菩萨 不是我 观世音菩萨 还有鲁金红台长 哎我没有 现在看见吗 台长到全世界 就这么去救人的 多少多少人呢 都救好了 哎呀感动了 台长您好 你好 我这是第一次接触 看你像个流行歌手吧 哈哈哈 有吗 那个样子 好像像流行歌手 卡拉OK大赛啊 哈哈哈 我就想问一下 我母亲1950年生人 属虎的 然后她 你要念不念经 要替她 如果我看出来 人不好 你要替她念经 好吧 好的 1950年属什么 属虎 然后 想看什么讲吧 嗯 她的身体 就是她身脏不太好 然后 她这周 下周二 就要去动手术 所以我要问一下 在手术之后 怎么 不是太好 她现在的肾脏 有一个不工作 听得懂吗 嗯 可能要拿掉 很多 对 她要是 是一个 那个 局部的肾切除手术 看见了啦 台湾哪句话 讲错啦 我告诉你 她早点念经啊 在这地方 根本不要切除的 那就是她 就是手术之后 我们要 需要怎么念这个经 然后 小弟 手术之后 你要帮她放生 因为你妈妈过去 活着吃的太多了 明白了吗 帮她多放生 多放生 一共要放 三千条鱼 好吗 而且 让她好好调养 叫你妈妈 每天要吃点花生米 嗯 她缺少这个里面的一种成分 嗯 好吧 好的 然后 叫你妈妈 不要生气 因为你妈妈 太生气了 而且你妈妈最大的特点 小弟我实打实讲啊 你不要介意啊 我说是 是的 你都心里都很明白 你妈妈因为感情上受过创伤 所以她很生气 一直记得 忘不掉 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我讲错不了 没错 一定要忘记 听得懂吗 她很爱你 明白吗 她把你养成这么大 很不容易的 所以她很不愿意看到你不学好 所以你今天在这里学好了 说跟台长学佛在一起 她就开心了 你要是跑到卡拉OK去 我一直学好 我看你已经很快要学坏了 你应该好好的老实一点了 你是个老实人 为什么去学流里流气的 你觉得没流里流气 跟我占有占相 听得懂吗 这个叫什么 这叫肚子痛 两个手放下来 谢谢台长 听话了 我看你是个好孩子 你帮你妈妈问 我这样吧 我看看你妈妈阳寿还有多少 好吧 你不要告诉她 你怕不怕 阳寿 有点怕 现在看见不了 现在的男孩子 外表都很坚强的 因为上辈子都是女人 上辈子女人吃很多苦 这辈子就偷男人来了 所以现在男人的个性 都像女人一样 胆胆懦懦的 上辈子的很多的男人 对不对啊 因为做了很多坏事 这辈子在投女人了 所以她的烙印 所以现在的女人像男人一样凶 听得懂了吗 明白明白 你不看我当然不看了 无所谓的 就是叫你妈妈还要注意一个地方 以后不要憋尿 你妈妈这个肾脏就是憋尿憋出来的 我告诉你 晚上不肯上卫生间 听得懂吗 你要叫她一定要多喝水 多洗 喝水就是洗自己的肾脏 你们知道肾足水 肾脏是靠水活着的 很多人腰子不好 喝水太少 一个人至少要多喝水 肾脏才会好 小弟听得懂了吗 明白 你自己也要 听话了啊 身上不要乱用啊 女朋友不要乱叫啊 台长好 我昨天已经见跟你 好幸运今天又抽到 感恩 这么可怜呢 台长待会吃杯一下 帮你买条裤子吧 裤子都破的了 这叫时髦 听得懂吗 我们电台里那些女孩子 上来做节目 上班的时候 做节目 穿拖鞋来啊 我气得了 我说你们怎么搞的了 我说你们上课 老师不讲你们的 大学里啊 她说台长 我们老师都穿拖鞋上课 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就这样 好了就这样说吧 第一个我问三个问题 可以吗 台长 讲吧讲吧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先生他1950年属虎 不能问三个人的 只能问一个人 然后再一个人呢 只能问一点小问题 可以 这也太张感恩 35年啊 1950年属虎 35年就加了个老头 50年属老虎是吧 嗯 想问什么讲吧 问什么 他的身体健康 很不好啊 听得懂吗 我知道 很危险呢 嗯 先生 先生 有些不好的习惯 生活当中 要改啊 嗯 嗯 嗯 不是太好 如果你不给他念经 不给他许愿 放生的话 不会很长 现在我看见有人 套住他脖子 拉他 嗯 真的懂吗 我知道 他会经常抽紧 嗯 嗯 你要真的想救他 你就必须给他 好好念经 嗯 你想不想救他了 我就 还要救我自己 你自己也有问题啊 嗯 你们全家都要念经 有没有家里一起做杀业啊 没有 没有是吧 对 那那那那那一定有问题的 肯定家里有问题的 家里有灵性啊 大灵性啊 是 我不知道 反正是一切都很不顺利 很不顺利是吧 嗯 我帮你看看吧 好吧 嗯 你告诉我 你属什么的 这几年 我1969年属机 你要答应台长念经的 我答应 我一定会去做 记住啊 念经 几几年 三 69 属机 你们家搬过房子吗 嗯 在 14年的 12月份 我们换了房子 是不是换了房子之后 就开始不好了 对 所有的不好的都一起来了 你们现在知道了吗 他的房子里边 有个大头鬼 所以你们家全部要倒霉的 听得懂吗 好恐怖 他怎么办呢 师父 念经啊 你不把他念经 他会把你们一个个都搞死的 听不懂啊 那我的功课应该怎么做 请师父吃点 谢谢 你先生呢 现在要很多了 要700张小房子 有的念了 你自己要450张 你知道吗 你自己应该有做梦 经常做噩梦 他经常下来了 对啊 我正常做噩梦 被人家追杀 看见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要怨这个房子 因为你们家里 的确有人 就是跟这个鬼有冤结 听得懂吗 就是我说过去 所以你要当心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他追杀你 他而且还要非离你 你做梦 做到过人家非离你 听得懂吗 而且你上辈子 是个很坏的男人 我刚刚看到 可是我这辈子 我真的是 从我懂事起 我就很努力地 去做一个好人 善良的人 我问你啊 你这辈子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上辈子在哪里啊 做什么事情啊 知道 好了 那为什么有的人 上辈子做了好事 一投就投到 人家有钱家里了 有那么就投到 爸爸妈妈身体 很好家里了 这是 depend last generation OK 那不一样的 明白了不啦 嗯 然后这 就一个问题 请台长 一定要帮我 救救我 我这个做 左肩 大概是痛了十年 我基本上没有一夜 是好睡过 而且医生是看到 无数的医生 中西 没有用的 灵性病怎么弄啊 灵性病靠医生啊 医生又看不到鬼了 听得懂不啦 为什么 台长这么吃香了 这种医生很少呀 灵魂的工程师 跟你们开开玩笑 台长真的是很开心 救人家 救人家的人是最开心的人 能够帮助到别人 你要觉得最开心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帮助别人 像你这种人 自己每天念四十九遍往生咒 心经念二十一遍 大悲咒念十一遍 礼佛每天念三遍到五遍 他们全部你记住了 然后自己小房子 好好念 二十一章一波 连续念七波 听得懂吗 手马上会好起来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还可以求台长吃飞 可以吗 你刚刚那个手啊 要锻炼 你是 我现在看你这个手 是左面 对 你要记住 你很快 右面也会有了 你整个的经络都不通 听得懂吗 好了 要念经了啊 你不念经 全部业障由你自己背 讲吧 台长我有一个1994年属狗的儿子 我一直是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但是我很努力去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可是他跟我说任何一句话 都是 讨在鬼还要讲啊 这个讨你在的呀 是 94年啊 嗯 属狗 你这个母亲们肯定不合格的 你这个儿子们也不合格 看样子你们家里要做这一场考试了 都不合格吗 是非常糟糕 让台长来考试考试 我告诉你呀 你给我记住了 你这儿子是来讨债的 所以你要忍耐 好好帮他念心经 每天念21遍 好吧 他以后会好起来了 要还债 给他新链小房子 而且还要送给他 否则他会很恨你的 他现在不是一般的恨你 他很恨你 听得懂吗 我有感觉 你有感觉 感恩台长 感恩 请马拉师傅把我看呀 我在1963年 什么叫去马拉斯啊 什么叫去马拉斯啦 感恩师傅 我在1963年 说特的 马拉斯傅把我看呀 麻烦师傅 麻烦去马拉斯 哈哈哈哈哈哈 听马拉斯 还马拉松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去几年呐 1963年 说特的 1963年 说特的 想看什么奖吧 现在有没有灵性 嗯 现在还好 你现在念经 念得还蛮好的 感恩师傅 嗯 你现在念经 你就是你们家的厨房里呀 有一个灵性 所以你一到厨房里 你就想发脾气 对 要这张小房子 这个不多 27张就好了 好 谢谢 好吧 我看你身体过去 妇科很不好 你现在好很多 很好了 原来有子宫治疗 现在全好了 全好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本来要 本来要变癌症的 现在没了 哎呀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还有 你的心脏 过去 总是胸闷 天气一不好 怎么样 你的心脏就很不舒服 对 啊 现在你的心脏 也是慢慢的好起来了 对 啊 你念经念得很认真 倒是真的 就是念经的时候 不要发脾气 因为有时候你在念经边上 不知道谁跟你讲话或者怎么样 你马上 人家电话一响 你马上 讨厌的 来电话 好了 刚刚在念大悲咒了 念到变得恨悲咒了 听不懂啊 对对对 现在牛了 身体好了 头发卷卷了 哎呦 打扮漂亮了 妈妈师傅 帮我看一下 家里的佛台 又来了 妈妈师傅 把师傅又骂掉 卖掉了 妈妈妈师傅 上海话 麻就是卖啊 卖掉 把师傅卖掉 家里的佛台 好不好 菩萨来个 家里的佛台啊 对 哇 你家慢大的嘛 菩萨来过 谢谢 感恩 你跟观地菩萨感情还特别好 感恩感恩 感恩 你从小到庙里 经常拜观地的 对 所以我们从小 你跟哪个菩萨感情好 你就跟哪个菩萨 哪个菩萨就经常来看 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们现在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这个看的人最多 因为观世音菩萨 他多少多少辈子 他到人间来 他红发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跟所有的人 都感情特别好 所以他有求必应啊 他真的很好 那师傅 我的莲花在不在 10511 10511 莲花是吧 对 感恩 哇 你的莲花很好 谢谢 感恩感恩 你这莲花开得像喇叭花一样 很大 感恩感恩 真的很大 感恩死我 你要告诉大家 你看 我看你过去 在这个薛佛之前 人真的不是太好 脾气大 性格非常暴躁 而且呢 抠人家 你现在薛佛之后 完全变了个人了 你说对不对 对 他居然莲花没掉下来 不容易 好了 对对 感恩感恩师傅 感恩 但是白关世音菩萨 感恩感恩 所以你们要记住 薛佛不一样的 薛佛人干净了 卢台长你好 非常感恩 我真的很开心 有一点激动 我是第一次接触 但是我已经幸福很久了 我今天有感应 我会抽中的 真的 又来了个卢台长 有感应了 不是 非常感恩 谢谢 我首先想问一下我的妈妈 然后我妈妈是1953年属蛇的 她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 什么什么 我听不见 sorry 我妈妈1953年属蛇的 属蛇的 对 53年属蛇的 对 干什么 她身体不是很好 长东西了身上 可能是吧 她经常头痛 现在那个头脑有时候不清醒 我告诉你啊 在头脑的血管部 前面 长了个小东西 所以经常会让她昏昏沉沉沉的 早上爬不起来 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 务长 谢谢 都要我提醒你 非常准确 我又多了个工作 我代表我妈妈谢谢你 靠近话筒啊 嘴巴 然后我需要念经 还是小 你赶快帮你妈念经吧 好 你妈妈很容易中风啊 是吧 看见了吗 对 她经常手脚抽筋 我告诉你 手脚发麻 对 经常手脚发麻 然后呢 面部还会有一些抽筋 而且呢 经常坐在那里 讲讲讲讲 眼睛就睡着了 因为她的头大脑皮层 产生了变化 听得懂吗 现在唯一的方法 一边叫她吃单身片 因为单身片很好 明白吗 第二个 要叫她自己 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 就是要叫她多喝水 你们家如果有佛台 每天给她吃 喝大杯水 明白吗 好 如果没佛台 你只能到观音堂去拿 自己把 买一箱水供在那里 供完了之后 把这一箱水拿走 明白了吗 都可以的 她在中国 在中国吗 是 自己家里有佛台吗 就可以了吗 她没有 叫她自己设个佛台吧 那好 我这次回去帮她 嗯 我告诉你啊 你妈妈 超出她十几年龄 我现在看到她的样子 老的年老的样子超过她十几年龄 哎呦 真的很准了 她看上去像八十了 她说什么 看上去就像她的谁啊 像八十几的人了 八十几的人是吧 对呀 你看太大厉害了 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是 很准 好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自己可以吗 嗯 讲吧 我的家庭事业婚姻 啊 我是1975年一月份 但是是74年属府的应该 我妈妈说 哦75年 叫她话筒放得紧静一点啊 好 一会儿属虎一会儿属什么 属羊啊 75年 75年的 75年属老虎 嗯 白天生的晚上生的啦 晚上 晚上生的嘛 母老虎 吃老虎 很凶的 因为老虎晚上生出来比较凶 白天生出来不凶 但是我看你这个老虎没用的 紫老虎 啊 哈哈哈 紫老虎 对呀 嘴巴咽心软 没有用的 对呀 要怎么样才有用啊 哈哈哈 念大悲咒 啊好 念大悲咒之后增加能量 对 我认得懂吗 明白 但是你念大悲咒 不能说我要去对付老虎的老公 啊 我不用的 因为我觉得啊 幸福要大慈大悲 嗯 不要对付人 也对付人也是对付自己 哈哈哈 他在教育我呢 没有 没有没有 哈哈哈 我讲到现在他讲给我听了 没有我给你学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每天念大悲咒 好吧 念十七遍 十七遍 然后心经念二十一遍 OK 因为你最主要还是开智慧 对 你真的很傻的 我觉得也是 你吃了很多 你吃了很多亏你知道不啦 钱财上吃亏感情上吃亏 你结婚之前被人家骗过 听不懂啊 感情上没有很厉害 钱财被人家骗过好几次 听得懂不啦 嗯 还去投机了 投资 我告诉你啊 好 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嗯 是 嗯 是嘛 你就现在要好好的念经 还有念礼佛 每天念一遍到三遍 好吗 好 你你你你还有要放放生 OK 所以你过去吃活的东西太多 不好的 小时候 不能吃了 好吗 我就开始吃素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呢 我看 是吗 哦 谢谢 老虎是吧 哦 非常感恩 就是一个手 你一个手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手啊 啊 有没有碰伤过啊 啊 我有做过手术 啊 我看见了吗 对 就是这边 你要特别当心 他会复发的 是我的工作 啊 复发的会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念经啊 好 谢谢罗台长 非常感恩 大家都看到了 我要你们把今天看到的去告诉别人 让别人相信 你们如果以后都的人多 我就来 你们人少 对不对啊 大家看见了吗 台长是经常就就这种孩子的 脑子不好的 什么我都救 医生看不好的 台长都救 台长你好 我想 我的女儿是一二年 女儿是一二年属龙的 她那个出生七八个月的时候 确诊的是那个 积几岁肌肉萎缩症 嗯 我想请您帮她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然后我们念多少小房子 嗯 还是放 几几年属什么 一二年属龙的 啊 那是前世的问题了 前世的问题 嗯 她前世是一个 这个 这个 在专门就是 就是 搞人 搞人家 整治人家的 一个人 是她自己的吗 她自己的 她自己整治人家 整人家的 就是她这 就是因果 您意思说是前世的原因 前世的因果 所以她一辈子 都会很痛苦 如果不学佛的话 不给她念经的话 那我作为家长 我怎么能帮她 而且她的骨头 和血液里面都有问题 所以她应该是站不起来 对 现在是这样 是站不起来 不是现在 如果她不学佛的话 她 一直站不起来 因为她这么小 她 我 她 她现在很小 我不知道怎么教她学佛 但是我能帮她念 就是我 不是你教她学佛 就是你念 就我念 那你帮她念就好了 那我要念 怎么念 念多少 你像这种孩子 九百张小房子慢慢念 九百 而且要给她放 一万两千条鱼 一万两千条鱼 好的 那我就 帮她 宵夜 宵夜 好吧 然后呢 每天给她喝大杯水 大杯水 还有 这个小孩子 你还要给她泡脚 泡脚 好的 好吧 还有 你要让这个小孩子 要特别当心的 你看她现在这个病 实际上对她的心脏 都有影响 她这么小的心脏 里面都有问题 明白了吗 明白 我觉得你应该每一天 给她念心经 四十九遍 那我 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 她如果能够熬过 她现在几岁啊 三岁半 快四岁了 她如果能够熬过八岁 八岁 台长就可以完全把她 治好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谢谢 那我就尽量给她念 但是她如果熬不过八岁的话 就比较麻烦 这要看你的 不是看我 你拼命的救她 她就好 你不拼命的救她 她就不行 明白了吗 明白 我作为家长的话 就是因为我 给她念的时候 我是 给她写名字 到门口去问 他们都会教你的 进证 她的名字的要经者 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台长 而且她 非但除了她前世的问题 她今世的献报 就是跟你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不要讲的 你两个问题 一个 自己有调过孩子 对 好了 现在这个小鬼在她身上 我那个孩子是 不是我有一打掉的 是我不当心掉的 是不是没了啦 没有 是不是死了啦 死了吗 是不是鬼了啦 鬼了吗 现在可以报复你的 你母亲没把她好好的 keep 就是把她保护住 就是你的责任 那我之前给那个孩子念了小房子了 她还没走 多少张啊 21张 太少了是吗 你不打发叫花子嘛 我之前听 21张怎么够啊 要多少张才够 我再继续念 要把她念了 从她身上走掉 这是我怎么 还是我能看出来 是我要多少个数量 就是 不多 49 49张 我在念49张 你看 这小家小丫头 你看现在坐在前面 怎么我讲话 她到现在不闹了 嗯 气场啊 开玩笑 对不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您觉得我 应该处理的 还有问题 你对父母亲 我不知道是对 婆婆还是公公 也不知道你跟 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 你处理的非常不好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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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接冤了 明白了吗 好 谢谢您啊 我知道了 知道好 改了 嗯 每天念礼佛 嗯 礼佛 至少要念三遍到五遍 三遍到五遍 好的 明白了吗 嗯 知道了 谢谢 多念礼佛 那就会好很多 这个孩子呢 尽量让他养 超过八岁 就基本上没大问题 但是这几年 要不停的给他念 而且你不能停 你不能千万的 千万不要再去找什么 巫婆了 因为我刚刚看 他身上有这种 巫婆的这种灵性 我们是能试的都是 谁要能知道 看见了啦 小巫婆 谢谢你 现在明白了不啦 好 谢谢您 我知道了 你要早点找到台长了 不要再去乱找了 嗯 明白 死人的 很多人 你找了他之后 接下来他就 你不理他了 他就去跟你下杠头啊 你们知道什么叫下杠头了 下杠头啊 不是长杠豆啊 不是炒蔬菜啊 你们两个连体婴儿啊 哈哈哈哈 好啦 好 谢谢台长 嗯 没问题的 台长刚刚跟他加持过一下了 他的回去会好很多的 你看到现在老实不啦 哈喽台长您好 嗯 我想问一下我自己 嗯 讲吧 我是69年的属猴的 69年啊 我一月份属猴的 啊 什么 属猴 不是是你还是你父亲 是我自己 一 69 69年属猴的 好 你说吧 你想问什么 我看 我身体健康 你我讲给你听好吗 你不要介意啊 反正每个人都会得这种病 你年轻的时候得过忧郁症 嗯 鼓掌呀 哦 凡是鼓掌的人 待会儿台长都请你们吃饭 马上就鼓掌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你要记住 你这辈子来到人间是还感情运的 怀啊 感情运的 所以你在感情上会碰到很多的麻烦 我跟原讲给你听 我就再讲给你的身体 你现在身体是很糟糕 嗯 明白吗 你都得这种病不是太好的病 明白吗 嗯 你现在赶紧要重新做人 你要放下自己 你不是太集中思想 你不是说让自己完全变得啊 非常非常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地先把台长的书看一下 先变得改变一个人生 你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这个病不会好 我只能讲到这里 你要学会念经 嗯 因为我看你现在身上一点能量都没有 所以你很容易得怪病 不好的病 听得懂吗 因为你要如果能够念小房子 我再多帮你讲 你现在小房子都没念 而且我不能帮你看太多 我看了太多话 我会帮你背很多的 明白吗 那你能看到我们那个未来怎么样 实际上 实际上你自己 自己你很清楚 你自己的一生 坎坎坷坷做到今天 你还有什么未来啊 身体都这个样子 做人又不懂得谦虚谨慎 过去做人又是这么 对不对啊 你不要说我了 人家都看得见 看得出来的 做人要谦虚 要懂得怎么样 放下自己 年轻的时候好 不代表你一辈子都很好 年轻时候 家庭条件好 或者家里比较好 或者自己条件比较好 不代表你就永远好 对不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改变自己 你先要学佛 好好念经 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改变 否则的话 我告诉你 你没有什么大前途的 你就是跟人家合作 就是第二个骗 你跟人家合作 做生意也会骗 所以我是不适合做生意啊 没有事业 所以没事业 听得懂了吗 所以要学会做人 实际上学佛就是做人 一个人成即佛成 一个做人做的好的人 就是学佛学的好的人 明白了吗 那我要怎么练经 你到门口他们自信处 好好去问一问 拿台上的书看一看 你都懂了 还有看台上的DVD 每场法会 你时间长了 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希望你回家 先念往生咒 你把往生咒念了之后 对你身体马上会有好处 好吧 好吧 谢谢 台长你好 你好 好了好了 一个一个 不要太多 一个一个 磕了太多 我就帮人家背了 你懂吗 你应该这么说 我们自己业 我们自己背 你嘴巴里讲 你头一磕就背了 听不懂 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了 我磕头求你帮我办件事情 人家就要帮你办了 听不懂 一样道理 啥姑娘 好吧 菩萨慈悲 她常慈悲 我女儿今天来了 昨天我们有见面 我女儿是天生的 不会吞咽 然后她就是 天生的什么 天生不会吞咽 没有办法吞 然后呢 就是有轻度的肌无力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走路 然后我们就是找了医生来诊断 然后诊断以后现在可以走路了 然后现在吞咽有一些进步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你给她念经了 您昨天已经开始了 让我们念经 还没开始啊 还没开始 快点啊 好 我们一定要 几几年的 几几年的 是一二年的 属龙的 你家族里面的 有人杀业很重 我家族里面的 是你家族里面的 是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请您开始 很厉害 这孩子全部好 你们要做个思想准备 你们赚的钱 可能被她要用掉很多 你们大概放生 要十二万条 十二万条 谢谢您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小房子 要念八百张 八百张 小孩子要走路 不难 一个腿还有劲儿 那个腿骨头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我看她是 半边好 半边差一点 您说的非常的对 因为 她的那个头总是歪着 就算现在能走路 也是歪着头 没有办法走 没关系啦 这个孩子 主要是杀业 家族里面的杀业 他是杀了太多的 就是 像捕鱼一样 你知道吗 鱼啊 吞咽啊 都不行的 他就是 实际上就是给他报应 这孩子 我觉得你们这些工作 做下去之后会好起来的 好吧 不过这种夜报 我觉得你们应该 全家要好好的念经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小女儿有这个问题 其实你儿子也有点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样开解 这个问题 我们就继续做这些 要度人 要许愿和念经 明白吧 好吧 财长 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许愿 放声 念经 明白了吗 好好念经 叫你们 众善奉行 好吧 你这辈子 我可以告诉你 钱你们两个人 不会缺的 因为你们上辈子 有极功德 所以这辈子 叫你先生 要当心心脏不好 谢谢您 明白吗 你先生心脏不好 而且你先生 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脾气太倔 人家对他好 他对人家很好 两肋插刀 经常帮人家闯祸 你说太对了 明白吗 好好地一起过日子 跟你先生说句话 为了孩子 要克制脾气 懂了 谢谢您 自己以后闯点祸 孩子都没办法照应 明白了吗 你多给先生念点心经 让他能够开悟 让他能够开悟 你真是大慈悲 谢谢您 你真是大慈悲 好好的念 姐姐奏 还有你跟你先生两个人 你要帮他念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某某某和我先生某某某化解 缘结 天天念 你先生会对你更好 你会对先生更好 你们两个人有缘结 明白了吗 好吧 好吧 你也不要整天难过 人活着就得承受 当一个人能够承受了 就知道我以后不要再到人间来了 你如果不能承受这个人间的苦难 你就放弃人间 你可能会自杀 就更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对不对 谢谢您给我坚强的信念 我会好好的做眼睛 孩子还是会好的 好吧 好谢谢大家 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 台长以后 如果你们今天把看到的都去告诉别人 台长以后还会再来 你们人越多 台长来得越勤快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念经 改变自己 改变自我 重新做一个人 什么叫新人 就是重新开始叫新人 过去不好的 家庭不好的 全部改了 过去我性格脾气不好的 我也改了 那你就能成功 你就能够超脱六道 你就能够在人间 就成为一个人间的菩萨 祝福大家 愿大家身体好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台长以后还会再到布里斯本 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经常到布里斯本观音堂 去问 谢谢大家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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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2016年布里斯班学艺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祝大家法喜充满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前往资讯处查询 感恩大家